这是与谭两朵金花的对抗 打出了两个相互22比20的激烈比分 同时还存在着小代10比1的强势终结能力 小代的球技毋庸置疑 堪称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大酷彩的颜值让人眼前一亮 这也是非常多球迷公认的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具有观赏性的同时 也能够做到非常的养眼 这是二三年法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对阵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场是一场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比赛 打满三局的体验与小代的精简逆转 让比赛更加充满着可看性 让我们再来推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一场精彩的比赛 特别的 这场精彩的能量 比赛更加充满着 아니면 比赛更加充满着 去33'有人PSC gdzie 都在打满四四 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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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患 是否这场精彩的较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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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了 因为我算是随时幻有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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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太难得了 在首局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在比分上也能够看出这一点 持续着交替领先 大酷彩在下半局一波提速四连击 让其反超比分快速接近局点 但双方的比分差距并不是很明显 这时候的小带依旧还有机会 这时候就受影响了 这个球今天第一局大酷彩 根本就没有可能直接得分 放的要求那么高 非常戏剧化的一幕 在小带成功追平比分之时 大酷彩接连再次拿到两分保持差距 甚至到了二十平的时候 依旧是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宛如神助的情况下 大酷彩顺利拿到首局的胜利 带子影发起了挑战 传出比键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挺弱了一些 没有拍数这圈 拍数太多了不行 太少了也不好看 这没有什么 比较漂亮 在落后五分情况下 容易回这一步 原来应该就是 吃一个亏可以 但是上当不能第二次 不信邪吧 我觉得他应该不属于不信邪 第二局整个下半局 几乎都没有大哭彩的得分机会 比分像是定格在了九分一样 唯一得到的一分 还仅仅是由于小戴的这个主动失误 实在没有办法 稳定下来的小戴实在太强了 第二局基本毫无悬念地被拿了下来 双方进入更加紧张刺激的决胜局 甚至是大支赋讨厅 第二局的分差很大 尤其是现在安息赢出来之后 他的难度就更大了 这份戴自颖比较耐心 形成来回拉开多拍 别跟戴自颖太多的纠缠 你要是戳过来 我就直接推到底线 把对方位置给拉开 这个主动失误让大哭踩在的一分 双方的比分差距变得非常明显 看着这样的比分 也是为小代偷偷捏了一把汗 但随后的小代用行动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多余的 甚至在大哭踩使用了医疗暂停的战术后 依旧将比分在17分的关键点追平 好球 而且在刹球的时候 也是利用手腕上一个劈刹 虽然从身体姿势来看 点出直线的可能性大一点 戴自颖劲在给裁判施加压力了 对方明显就在拖延 判断失误 戴自颖其实知道他是在表演 也没办法 推判允许 进攻 而且打的质量都比较高 其实戴自颖还是在9比15落后的时候 他调整还是挺快的 这些球都打得比较专注 在场上 从一个 他选择的空间一大 反而是选择性障碍 既可以杀又可以掉 直线斜线都有的时候 他在这种选择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这种水平的运动员是有的时候太容易的球不会打 这真的是 直到这时候 之前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的小代 终于追平了比分 在关键点这些球的处理上 可以看到大酷彩的经验 确实少了一些 缺少了直接得分的能力 而没有在着急的进攻中 又让自己造成了主动失误 可以说 大酷彩确实有着能够战胜小代的机会 但自身的不稳定 将这个大好机会 从肯定剧变成了疑问剧 放网不错 保持下压就行 好球 我觉得影响他的还是他的新气 比赛 大酷彩能不能爆冷 这场球之前赛前预测 可差距是挺大的 直接来了一个蛤蟆甩 这一球从镜头角度非常难以看出来 但从四线人的手势看出来 这一球在界内 可以说这一球大哭彩 不仅仅受伤的是身体 在心理上同样有着一定的打击 非常难以置信 关键点 小代连续三个极致的边线球 甚至在最后一球大哭彩看得非常清楚 属于是最能看到真相的现场观众 即使在发球的小插曲后 依旧没能够打断小代的状态 一波三连击快速精简地完成比赛收割 杨栋梁 杨栋梁